虽然我是学科技的 经过这么多年来 从科技对宗教的怀疑 一直到不断的体会认证 我现在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 爱是人间最好的药 实际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上人建立了一个方法 一个平台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很容易来参加 我们去参与的时候 常常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可是加起来众人的力量 就非常的可观 我想这个永远都有时间来行善 行孝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都把天下是一家人的话 那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善行孝 那你是上人创立的医院 你们有没有做得特别用心或者特别好 我想大家会有这样的期待 上人说 我只是目击大家的爱心 把这个医院盖起来 但是我不懂医学 所以就拜托院长 和我们全院所有的同仁 把这个医院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你有不足的时候 你跟我说 我就会把你们需要的资源 把爱心再来提供你 所以我听到这个是很感动 资源长虽然是肝胆肠胃科的专业医师 可是他的父亲罹患这个胰臟癌的时候 他竟然错失了这个帮父亲诊治的时机 那我想走入此机 就是要拉长情扩大爱 他的想法 只是为了病人 苦难的人 大台北的此机人 是当他想要帮别人的时候 最出钱出力 所以他说 院长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帮我好好照顾这些弟子们 他们也老了 但是他马上补了一句 你要用爱他们这样的心 这样的品质 去爱所有 到这个医院的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